大家好,我是学良 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美度2022年新表 那总共有分成上半年跟下半年 那我们先从上半年部分开始看齐 那所谓上半年,事实上这几款目前在各大通路都已经可以看得到 那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直接去选购 那首先呢,今年主打的第一个系列是先锋系列 那这个系列也是美度历来卖的最好的一个主力的一个系列 那它是1934年诞生 它是以1932年所建造而成的雪梨的港湾大桥为一个设计概念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它面盘上呢 中间就有直条纹这样的设计 那今年呢,它的款式设计呢 它最大的特色呢,大家一眼就可以看到 它的面盘是采用所谓镂空的技法 那因此呢,你可以看到它的机心 那包含像12点钟方向 你就可以看到它心脏的律动 就是它的摆轮的部分 而它发调的部分呢,则在5点钟的方向 所以呢,如果你日常帮它做一个简单的手上链动作 你可以看到发调的部分 它其实也是可以看到它上链的过程 好,那大家可以注意到 它的不只是面盘上有做直条纹 包含机心的部分也是一样 而且呢,这两者的直条纹是互相对齐的 那因此呢,在这个镂空的机械的细节之外呢 它又增加了直条纹的工艺的特色 那今年呢,它总共有推出四个款式 不锈钢的部分呢,定价是台币三万左右 它的直径呢,则是42毫米 它不只是有做前面的镂空 包含它底盖的部分也是有做透背 那搭配的是三板式的链带 那同时你可以看到它折叠扣部分也是做得蛮不错的 那这是不锈钢的款式 那同时呢,它还有两种PVD 包含玫瑰金的版本 它的定价呢,则是在台币三万四千四 那另外呢,还有黑色的PVD 而且呢,这两者呢,配的是不同的表带 像这个玫瑰金的PVD的部分呢 它是配了皮表带 以及呢,这个黑色的部分呢 这个就非常的美度的配色 你可以看到黑色的主基调 中间呢,加了一些橘色的细节 那尤其是它这个织纹表带部分呢 还增加了这个橘色的缝线 刚好可以呼应到它面盘上面的橘色的指针 跟橘色的石标 这个定价也是一样三万四千四 这是美度今年的主打系列 就是呢,先锋系列 那今年就是做镂空的版本 那另外呢,它机芯的部分呢 则是Caliber 80小时的机芯 而且呢,运用了Swatch集团 最近几年跟AP共同开发的 Nivacron的泰油丝 再来第二个系列呢 则是Belonchelli系列 那这个系列呢 它是一个镇庄的丝纹表 它的表壳造型也是非常的有特色 你可以看到它的表壳 表圈的部分呢 它是采用阶梯式的造型 总共有三个阶层 那因此呢,它虽然说表壳 本身呢,非常的鲜薄 可是因为呢,增加这个阶梯式的设计 所以看起来呢,非常的有层次 那今年的设计呢,它主要是在面盘上 把Belonchelli这个英文字的logo印在它面盘上 那再加上中间有一个非常大的B字的logo 看起来呢,就增加了不少的细节 那它的面盘的基底呢 它其实是做了放射状的法斯纹 所以呢,随着光线的反射呢 你可以看到它的整个这个光泽亮度 也是非常的鲜明 再加上呢,它的指针的部分 它其实是做了两种不同的工法的处理 一边是亮面抛光 另外一边呢,是雾面的打磨 所以呢,整个光影的反射效果 其实也是非常非常好 它搭载是Calibur 72小时的机芯 油丝的部分呢 也是采用NivaChrome的钛合金 那尤其做透背 从底盖的部分就可以欣赏到 像是它的自动盘上面有做的直条文的打磨 以及它机芯上也有像是珍珠圆点 等等这些细节的装饰 看起来呢,整个虽然说非常非常鲜薄 但是呢,不管是形也好 或者它机芯也好 还是有一定的工艺的水准 它这一次它有两种不同的版本 包含了不锈钢配链带 它是配久洁式的链带 那定价的部分呢 是台币34,100 那至于说呢,PVD玫瑰金的部分呢 则是35,500 也是大概都是在35,000左右 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高 那同时呢,Blanccelli系列呢 它还有一个蛮有趣的一个功能 就是今年它有带了一个微笑的月像 它把月像盘呢 做在从2点钟 转一个270度 一直到10点钟整个位置 整个笑得非常非常开心 它的月像的方式 跟一般我们常看到的扇形的指示不太一样 它是采用八种造型的一个显示 等于是有点类似所谓的月灵显示这样的方式 从6点钟的位置 你就对照一下就可以知道 现在月像的圆圈是在什么样的位置 那我们稍微调教一下它时间 首先它龙头拉开到第一段 就可以直接快速的调教月像 逆时钟的旋转 它的月像的调教其实是非常方便 那通常在调教月像的时候怎么调呢 其实你可以把它调到满月 或者是调到月初 就1号的时候 这个是最容易对照的 那另外呢 它的第二段的部分拉到底呢 当然就是可以调教它的分钟 待动小时 那它指针也是一样 采用亮面抛光跟雾面的打磨 这两种技法的对比 这一次呢 它有推出几种版本 小尺寸的部分是33 那稍微尺寸大一点 这是39 那这两者的定价呢 不锈钢的版本 它都是34,400 另外呢 它还有PVD的版本 是38,600 38,600 最后这一款是Commander 香榭系列 它搭载的是旗舰级的机芯 就一样是CALIPER 80 但是呢 它经过了COSC天文台的认证 以及呢 它油丝的部分 它是搭载了细油丝 因此呢 整个机芯的等级是更高的 那这一次呢 它发表了一个新色 就是呢 感染绿 而且呢 它是做了放射状法斯纹的处理 因此呢 整个颜色上面的表现呢 也是非常的亮丽 一体式的表格链带 同时呢 还有折叠扣 定价呢 则是台币40,400 直径是42毫米 再来则是看到2022年下半场的部分 那款式也是非常非常丰富哦 那其中第一款呢 是妇科表 是来自于1954年 先锋系列的POWER WIN 那造型呢 就非常非常的古典哦 尤其这个链带的样式 看起来就非常 1950年代 1960年代 这个风格 中间呢 是五截式 这种类似米粒状的这个结构 旁边呢 是板带哦 配的是 双开式的折叠扣 这个型就是 看起来非常的古典 那另外面盘的部分呢 你也可以看到 它的表镜的部分 它是搭配了这种 所谓的BOX SET 这种相式相牵的镜面 那直径的部分是40毫米 那包含它的指针 以及这种石标的样式的设计呢 也都是还原到 1954年的经典风格 那它面盘呢 则是搭配了 这个放射状法斯纹 这个蓝面 也是看起来非常的经典哦 那它机芯的部分呢 它是2836的机芯 经过COSC天文台的认证 那直径的部分是40毫米 定价台币39,300 那第二次看到的呢 是一个蛮特别的 一个周年纪念表 那因为呢 今年是美度 以建筑为灵感设计表款的 20周年 那所以呢 今年五大系列 都有推出相对应的表款 那不过呢 我们面前只有看到这一款 这是先锋系列 那因为我们知道 先锋系列它是 1932年所落成的澳洲雪仪大桥为它一个设计概念 所以呢 它的一般的款式都会有这个中间 你可以看到这个直条纹的设计 那这一次呢 当然也不例外 而且呢 这一次很特别的是 它直接把港湾大桥的造型呢 直接刻画在它的面盘上面 而且还蛮特别的是呢 它的石标的部分 不只是指针跟旁边的原点有做夜光 包含连它的港湾大桥的部分呢 它事实上都有做夜光 而且它直条纹的打磨感觉 是比一般的先锋系列来得更加的细致 那因为它是限量表 所以呢 它的数量也不多 像这一款 它是以港湾大桥的年份 就是1932年为它的限量之数 那其他四款也是如此 那定价呢 是台币33,700 至于Ocean Star系列呢 今天有两个蛮有趣的主题 一个呢 是复刻系列 就是左边这一款 它直径呢 稍微小一点 40.5毫米 那右边呢 是GMT两地时间 它尺寸就稍微大一点 44毫米 那这两者呢 搭配的表圈也有所不同 像复刻系列 它搭配的是铝圈 而GMT的部分呢 则是陶瓷圈 那首先呢 看到复刻系列 它的造型呢 看起来就比较古典一点点 比如说它搭配的也是这种Box Set 相似相牵的镜面 这一次呢 最大的特色就在于 它的面盘的设计 它是采用这种烟熏色 那左边这个红色真的非常的有味道 尤其是它这中间往周围 这种烟熏的镜层面 看起来就非常的有层次 那右边呢 则是灰色的烟熏面 那搭载的是Caliber 80小时的机芯 动力储存80小时 这一次呢 它的表带设计也是蛮有味道的 不只是它的上面有做这种 织纹的设计 那中间它其实有做了 水可以透过去的这个孔洞 那后面呢 也有做了这种格状的胶织纹 在造型上面也蛮有特色的 那另外呢 这个GMT的部分呢 它搭配则是三板式的链带 那中间是亮面抛光 两侧是雾面的处理 那以及呢 搭配了这个两节式的折叠扣 那在底盖的部分呢 因为它是GMT 跟时区功能有关 所以后面呢 也是有刻了这个时区的图案 配色上面呢 比较特别的是呢 它在内圈的部分呢 你可以看到上层呢 就是代表黑夜的蓝色 而下层的部分呢 这个部分是红色的 就是象征了白天 这两者的颜色上面 对比是真的蛮有意思的 那定价呢 是台币42500 而且呢 它这一次还有做快拆式的表带 按压两侧呢 就可以松开它的弹簧棒 那同时呢 它有多附一条 NATO式的尼龙带 那颜色上面呢 也跟它的面盘的配色一样 是三种颜色的组合 那这两者呢 都有做快拆式的设计 因此呢 也可以非常容易地做拆换 据说Commander香榭系列呢 它今年有两个版本 那昨天这一款呢 应该有点眼熟 因为它是2020年的延伸版 那今年增加了一个新色 就是冰川蓝 那它的特色呢 就是它是采用了 镂空式的面盘 但是呢 在镂空面盘中间呢 如果直接露出机心呢 可能阅读上面 不是那么清晰 所以它是中间 特别做了一层框物玻璃 那而且呢 做了烟熏式的处理 因此呢 整个颜色上面呢 看起来比较低调 比较深沉 而且层次感也比较好 那它定价呢 是29800 是40毫米 那右边这一款呢 则是计时马表 那看到左三眼 再搭配日期新奇 就非常典型的 7750的格局 事实上它就是 7750机心去改的 因此呢 计时马表 尺寸当然稍微 比较大一点点 它的直径是42毫米 那定价的部分呢 是64600 那有一个特色就是呢 它的面盘是采用了 烟熏色的处理 那它也是做了 放射状的法丝纹 也是呢 整个面盘跟表壳的 对比颜色 我觉得是蛮好看的 它搭配的是 玫瑰金PVD的表壳 而且呢 它这一次还有做了 快筛式的表带 那有两种表带 可以做替换 包含像这个 织纹表带 以及呢 还有搭配了 鳄鱼皮纹的 小牛皮表带 这两者都可以做替换 在日常的穿搭配戴上面呢 就多了比较丰富的选择 那最后呢 美度的女表系列 Rainflower花语系列 今天也有新款 那它做的是 这个镂空的系列 那非常有特色的是呢 它整个表 它就是以新加坡的 科学艺术博物馆 为它的设计概念 那比如说 你可以看到表壳的造型 它事实上 它有两种不同的 打磨技法 不然亮面跟雾面的 这个对比 那造型上面呢 就是以 我们刚才提到的 在新加坡的 科学与艺术博物馆 为造型 那它就是像一朵 巨大的莲花一样 包含它的表冠 以及呢 它的底盖上面 自动盘的设计 都是以它的 这个建筑物的造型 为它的一个灵感 那甚至呢 这次连它的面盘 这个镂空的设计 也是如此 中间就像是一朵 巨大盛开的莲花 而且呢 细节的处理 我觉得做得蛮不错的 你可以看到它的周围呢 它这边总共有三个细节 都是做了镂空 那以及呢 中间还有镶嵌的 珍珠母背的面盘 那珍珠母背要切割这么细 而且呢 上面还有做了一些 打磨跟处理 真的是蛮不容易的 那你就可以看到 底下所露出来的 Caliber 80小时的机芯 那包含底盖的部分 也是可以看到 机械的细节 那这一次呢 总共推出两种不同的版本 包含了不锈钢的版本 那它配的也是非常细致练带 那定价是36500 以及呢 玫瑰金PVD的版本 它的定价是37900 好